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直接提及美国债务违约风险 但提出明确警告 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 要保持警惕 另一方面 尽管在会前 外媒频频炒作 所谓中国经济胁迫 预计会成为本次会议的重点 公报中并没有具体提及中国 李联社称 与会官员显然不愿意公开谴责中国 因为大多数国家 与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有着巨大的厉害关系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称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在媒体记者面前公开表示 美国十分担心 中国将会对其他所谓 民主国家使用经济胁迫 因此 在国家安全和供应链问题的基础上 及其各国应当深入讨论 如何针对中国的境外投资 展开进一步的 更深层次的 强度更高的 更有可操作性的 更具针对性的制裁与限制 而且即便是美国政府 如今还未有正式决策 与其志同道合的各国 也需要一致行动 这样才能最大效率 发挥对抗中国的能量 如此毫无国际规则秩序 充满着霸权主义 与冷战思维的言论 竟由一位美国政府的财政主官讲出 堪称是指入为马的极致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并非耶伦首次打着机器民投 在中国问题上颠倒黑白 在此前的记者会上 他公开强调 美国等国对中方的反制措施 并非是为了蓄意破坏中国的经济竞争力 或经济发展的活力 而仅仅是因为国家安全罢了 其缘由就是中方此前根据反间谍法 对充当了西方情报机关门面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凯盛荣因 进行了安全审查 这一合理合法的行为 却深深刺痛了美国国家安全 与情报方面脆弱的内心 由此引得了耶伦不断高呼采取行动 然而此次针对中国的阴谋 显然并未博得机器内其他国家的统一支持 此外 面对欧盟近期欲跟随美国指挥棒 准备讨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 引发了德国的强烈担忧 德国主动站出来发声维护中国 认为欧盟不应该在新一轮制裁中针对中国 消息人士称 还有几个成员国也支持德国的表态 认为欧盟有必要在制裁与破坏国际外交和贸易关系之间保持平衡 此前欧盟准备打折制裁俄国的旗号 以所谓藐视制裁为理由 将中国数家企业一并拉入黑名单 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行为 不光是让其他欧盟成员国进退两难 更是让在欧洲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德国倍感担忧 直言不应该以域外制裁为主 以规避行为为由 搞出这种堪称诬陷的制裁行为 德国这种表态所透露出来的 几乎是要将谁是幕后主使抖落得一干二净了 当然德国方面也坦言不光是在道义上 现今欧洲各国经济都岌岌可危地转折档口 德国不应该也不应同中国进行脱钩 这不符合德国的利益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德中去年的商品贸易额高达2980亿欧元 增幅超过了20% 中国也因此连续七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面对如此切身的利益 本就已经在冲突中备受损失的德国 公开表示 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会让欧洲有陷入瘫痪的风险 面对这种无视国际规则 大搞单边主义的制裁 中国方面在表达立场的同时 也意味深长地提醒欧盟 不要忘了美国的劣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2日回应指出 说到经济胁迫 第一个应当受到声讨的 恐怕非美国莫属 美国一再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对别国企业采取歧视性和不公平做法 其行为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汪文斌表示 据媒体报道 从2000年到2021年 美国对外制裁增加了933% 仅特朗普政府4年就实施了3900多项制裁 相当于平均每天挥舞3次制裁大棒 截至2021财年 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 累积达到9400多项 美国已对世界上近40个国家 实施过单边经济制裁 全球近一半人口受到影响 汪文斌指出 实际上 七国集团其他成员 在美国的经济胁迫和霸凌面前也难以倖免 日本东芝 德国西门子 法国阿尔斯通等企业 都曾是美国打压的对象 如果G7峰会要把应对经济胁迫列入议程 我建议可以先讨论一下美国的所作所为 日方在主办G7峰会时 是否可以代表其他同样遭受美国霸凌的成员国 向美方表达一些关切 或者至少说几句真心话 中国自身就是美国经济胁迫的受害者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其他国家搞经济胁迫 我们敦促七国集团 顺应开放包容的时代大势 停止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不要做经济胁迫的同谋和帮凶 欧文斌的话堪称是对欧盟的当头棒喝 比如拜登政府颁布的通胀削减法案 专门提供高额补贴 以支持电动车等绿色产业 在美国本土发展 会使欧洲公司处于不利的地位 破坏欧美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在1月份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2022年德国通胀率达到了创纪录的79% 这个数据比去年高了足足一倍还多 能源成本高涨 出口能力受限 使得欧盟各国的工业企业大量地被美国卷走 经济多重打击让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狂跌不止 仅冲突爆发到2022年末 就有超过5000亿欧元的欧洲资本流入美国 而美国智库给出的数据则表示 这一资金数据未来可能达到7万亿到9万亿美元 面对如此海量的 堪称能直接绞死欧洲经济的巨量资金流失 如果欧盟还不幡然醒悟 只怕到时候就要毁之晚矣了 傲信社称 此次财长会议 正值美国潜在的债务违约 加剧了对于全球前景的担忧 而在此之前 全球经济前景已经笼罩在顽固高通账 和美国银行危机的阴云之下 虽然公报没有提到美国的债务上限僵局 但该话题一直在讨论中出现 据路透社日本财相林木俊一透露 与会官员在11日的工作晚宴上 讨论了美债问题 但他拒绝提供细节 美国财长耶伦13日接受采访时坦言 此次有关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谈判 比过去更困难 这反映了自特朗普时期以来 持续的政治两极分化 耶伦表示 美国如果发生债务违约 将引发严重后果 将令美国和世界经济都遭受重创 耶伦称 债务违约将威胁到我们近年来 在经济复苏过程中艰难取得的成果 这可能让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这可能破坏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一句话 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 如果美国出现经济崩盘 美国的精英们认为 美国全球经济领头羊的霸主地位 将会面临终结 这对于已经当了120年全球霸主的美国来说 这一幕很显然是不可能接受的 也难怪美国对华鹰牌政客表示 中国希望看见美国债务的崩盘 并表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 明眼人都知道 在美国面临严重内部燃眉之急的时候 美国在国际上是需要获得中国的合作的 毕竟 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美债持有国 也是最大的潜在美债购买国 但是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 中国的美债规模正在持续下降 在维也纳 美国可以对中国做出一些妥协 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做出让步 反而对中国势强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当面警告王毅主任称 不允许任何在台湾问题上的单方面改变现状 美国的对台政策仍旧坚持以美台关系法 六项保证为依据的一个中国政策 很显然 在美国国内危机有可能爆发的关口 拜登政府要想清楚了 美国到底需要怎样的对华关系 中国的态度很清楚 要合作我们乐意 要对抗我们奉陪 以对抗的名义进行合作 那是痴心妄想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